阿姨 你吃饭了 妈 你吃饭了呀 小张啊 你来杭州几年了 差不多五年了 你们外地人到我们杭州来 真的挺不容易的 杭州 物价也高 消费也高 我听萌萌说 你现在工作也不一定 阿姨是这样的 我现在自己是在创业 可能前些辛苦点 但没关系 我还年轻 我也能吃苦 哎呦 现在能吃苦可不行啊 光吃苦有什么用啊 那照你这么说 外面送外卖的盖大楼的 更能吃苦是不是 阿姨想问的是 你和萌萌的未来 是怎么打算的 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啊 哎 妈 不说就吃个饭嘛 吃饭 我该了解的情况还是要了解 阿姨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现在和萌萌的感情 也比较稳定 我自己本身也就从农村出来了 然后从小到小 他要掐紧我一般 所以我想等我稳定一点了 然后再考虑结婚的事情 她是农村的 哎 小杂 你是农村的啊 嗯 哎呀 你真是浪不灵情的 哎 你整个外地的啊 你说的 整个外地农村的 整个外地农村的 整个人不灵情的 妈 哎 妈 你都想办了 你都想办了 回来 你先聊吧 阿姨 杭州话我却听不懂 但是那句想办了 我听懂了 现在说我吗 小杖 啊 你想和我女儿结婚 你房子买了吧 车子什么品牌啊 你知不知道 我们杭州人结婚 规矩是有点多的 跟你们农村可不一样 阿姨 才能别张口皮和用农村的农村的行吗 我知道每个地方的工作习惯都不一样 但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的 我都会进去做 进去做 进去做 还有阿姨 我是外地人 我也是农村的 但我之前来到这座大城市 我靠自己的双手努力 打拼生存 我并不觉得我比别人差 相反 别人吃不了的苦 我能吃啊 别人做不了的事情 我又要花十倍百倍的努力去做 因为我是一个外地人 我更想在这座城市去立足 所以我会更加 小杨 你等等 我打断你去 嗯 你知道你和我们本地人 最大的差距在哪里 阿姨 那您说的 就是你们到我们这里来打拼 五年 十年 甚至于二十年 你都买不起的房子 我们这里人人都有 你买不起吗 真有意思 哪来的优越感 阿姨 那我的优越感 和你比起来差距也太大了吧 要说优越感 我觉得是我不靠父母自补创业 从不到有一路走来的成见 阿姨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 物质基础固然重要 但房子再大 它只能睡一张床呀 车子再亏它终点是一样的呀 那再多的山珍还被它少了两个星天 不也照样黯淡无畏 阿姨 想说你 阿姨 我想表达的是 每个人向往的生活方式不同 我觉得只要能让我和某人在一起 我们不管干什么 在哪都不重要 我吃什么我都觉得开心 物质层面别人有的 我也一定不能确实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 就是为了给它以后更幸福的生活 但是这个过程中 就像我们共同一样 然后才能处理这个结果呀 在世界 不话徒游 我们说好 却不放开相互牵的手 可现实说过有爱还不够 好 咳 没来 我们不想想想想想想想